我觉得我们已经在里面了 没有 看上去实际上在里面 当然 所以上次 所以上次我没有给门票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已经不需要进去 这不就已经在这里面了 没有 你看见没有有护城河 现在我们是在这个白庙 相对来说还挺漂亮嘛 这里就是现在正好是人少一起 不然的话这边就全是人 大家应该知道 这里之前是免费的 然后后来因为来的人太多了 就开始收费了 现在百庙周围的这些商铺都开门了 之前也都是关着的 这个著名的钢铁侠 这个长囊还是很漂亮的 它上面都是一个一个小金属片 我后面就是这个黄金厕所了 这个黄金厕所什么样 我们进去看看 它这个就是 左边是女的 右边是男的 然后那边是相反过来的 我刚才就 差点走进那个女厕所那边 我们来看看这个泰国最豪华的厕所 不是龙 不是龙 非常非常 反正还行嘛 你要我多漂亮 我也不知道 但就是很干净嘛 你看 厕所很大 然后看上去好像也不需要脱鞋 而且 然后它好像男女 都通着呢 我知道了 这个厕所 这个公共厕所是一个嵌套的结构 然后男的最左边 两个外侧的厕所是男的 男厕所可以相通的 中间的这几个是女厕所 其实在外面也能看到 你不花钱也能在外面看到 只不过是不能进佛堂而已 这里外国人的门票是100泰铢 那么这100块铢值不值 就看这个佛堂里面了 对吧 如果这佛堂里面不是很好看 这100泰铢就没什么必要 外围看看就可以了 门口的这些雕塑 都是那个死人的 你看全是手 这些都是死人的手 还有些人脸 他还有钱 湾里面扔几个钱 好 让我们跨过奈河桥 看看能不能忘记不愉快 百庙建于1998年 设计师和主人叫做徐龙才 他是黑庙设计者的弟子 又是蓝庙设计者的老师 据说徐龙才梦见佛祖 指着远方一片白色的寺庙群 对他说 你的责任就是建一座洁白的寺庙 徐龙才醒来后呢 就用笔画了下来 到今天白庙还在施工当中 还没有完全建好 白庙里面呢 虽然有天堂等等的壁画 但其实呢 白庙代表的是地狱 现在我们从佛堂的后面出来了 反正不是很好玩吧 我们来看看其他地方 我得说这里面的佛堂是挺不聊的 这反正让我看更像一个皇家花园的感觉 这呢暂时进不去 这里面好像是有一个高僧的佛谷吧 还是遗体在里面 看这还是专门拍照用的 我的天啊 这个绝对就是蛤蟆精 为什么我说它是蛤蟆精呢 就是有原因的 这有出发界 这有孙悟风 这些都不算什么 我们来看深夜来的 看见没有 和仙姑 张国佬 蓝彩河 宇洞兵 这还不算什么 再有炎者神龟 还有他们的师父 就这也没有关系 我们再看深夜来的 这一行 解决暂时 就这真是什么都有 我的天啊 这好像是我们在这的最后一个景点了 金色大房子 好我们来看看里面什么样 右边是入口 这我知道 不对不对 左边是入口 它有入口和出口都在一起 这是这里一个百庙的一个历史 不然的档案馆吧 资料馆 陈列馆这样的 进去看看 那个许愿盘 你可以在这里买 三十泰珠一个许愿盘 在这里写上你的愿望 最后挂在这个上面 好今天就到这结束了 大家再见